比新手投資者更容易去參與期貨投資 民眾期貨王中先 我準備好了 大家好,今天是7月25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員時間 今天的市場成交680億 昨天差不多了 為什麼市場沒怎麼移動呢? 而成交大呢? 你自己看,700就知道了 今天700的成交也算是活躍的 也算是加上去的 但是指數上就做不到 U盤上來的 剛才也沒那麼高 2594收市 之前也是2577 然後U高上來的 期貨收2586 基本上就原地踏步 昨晚夜期也是收到這些位置 正如早前預期 鎖住在Wing上 要等,沒辦法 今晚有什麼數據呢? 剛剛出了德國的經濟數據 都是比預期差大 這些IFO business 那些什麼index 沒什麼大作用 今晚反而 最重要是看 今晚7.9 歐洲央行議息 預期應該是維持利率不變的 但是我們就要看 究竟它在... 這裡的Forecast是維持利率不變 要去看 它8時半就會有演說 不知道應該還是得拉吉 看看是不是得拉吉 會是歐洲央行行行長 就會去講關於歐洲 究竟... 因為之前都在說 存在會不會減息 它是負利率的 會有機會負利率 要看它是否要 用一個超寬鬆的政策 去振興經濟 這個就會影響股市 或者匯市 看今晚8時半 其他特別的事情 就沒什麼了 今晚美國都有些內用品訂單 看看數據是做得怎樣 Forecast是比上次好 以月計是0.2 以年計 這個是以月計的核心 核心內用品訂單 接著就是內用品訂單 要看看它的數據 接著看看 這個例牌賽 這個Jock-Lob Scam 每個星期的 最主要就是看今晚8時半的Statement 會是怎樣 那個記者招待會會是怎樣 看下多少Currence 先看看黃金 我們看到黃金慢慢跌跌上去 那個美金始終都是抽不起的 因為始終都是要等到31日 是夾上來 但是它97.6是上不了 如果那個美金停在這些位置 又有利黃金繼續 但是它本身都是一個不錯的聲勢 看走勢上面 它會有機會慢慢做上去 至於銀是怎樣 回到一些 它昨天也算是抽得多 昨天上最高做到16.648 你想想一下 16.648是多久之前 已經是數到2018年這些地方 2018年6月 年多前的高位 整個趨勢都是上的 現在叫做縮一些 回到一些 至於銀是怎樣 昨天帶均下 你看到銀 昨天看到它轉身 上到上面 然後出現轉身 衝不破20天線 如果你們 我們也有些學生做到的 這一轉 今天叫做彈回一點 彈回一點 彈回一點上來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再摸高一點點 然後追蹤 不如你等它追蹤下去 淡就淡的 淡就淡的 明顯的 尤其是因為上星期 上星期大棍下 看看今晚會是怎樣 但是去到月尾 或者等美國的意識 有限極有的 反覆偏遠 美匯指數是怎樣 國金抽了一些 美匯指數應該是回到一些 昨天叫做回到最低97.26 現在站在那裡 就沒有再進一步衝 我還以為它可以放下去 它下不了97.47 現在維持著在這些水平橫行 就等FOMC出來 究竟是減息還是不減 還是減quarter 31日很快就知道了 接著去看看QRens QRens最主要是看Ulo 今晚的Ulo繼續壓在底 今個星期連開四天都是跌的 上星期五轉身下來 由1.1283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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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今天最低是1.1123 早前今年最低應該是1.1106 這兒 這是1.1106 再對穿1.11 全年低位 整個小蟲都在對著 多拉英卻沒有特別 仍然維持住在那裡 你看到多拉英 鎖住在那裡 108反覆上落 你說強嗎?也不是 你說它是弱的嗎? 它不可否下去 撐住在那裡 约翰逊上台,他演示完,市场也要看,究竟他如何脱勾 他很硬的,硬脱勾来的,看看他如何谈 但是对于英镑来说,都是有点隐忧 虽然昨天叫做弹回上去,用的你任何时可以买 但是如果炒的话,暂时来说,你说call上去 我有点担心磅上不了,力量就完全不够 然后看看澳纽,我看到澳纽继续坠下去 过去的四日五日连续都是跌下去 下面支持位大概是0.6959 纽西兰也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一来美金 二来经济的问题,你看到纽西兰继续偏淡 有机会再下低一点,6,6,7,4 不关我美金四,我觉得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今天大家可以留意一下EURO税 你看到今晚央行议息 看看是不是如果它是unchange 亦都是不说,因为市场预计它是偏夹的 如果它不是真的有那么大压力在减息 或者是负利率,或者是超宽松经济 那EURO可能会有机会弹回 如果EURO弹回这只EURO税也会弹回 相反的话,如果它是超夹的,不用想了 你是欧洲人,你都宁愿将那些钱,如果你是用EURO的话 都宁愿放入瑞士 因为虽然瑞士是负利率 但至少你可以看到EURO的跌的幅度是比瑞士多很多 你一直以来,你看到EURO税都不断在下跌 表示什么呢? 由2018年4月,你看到EURO税不断在下跌 跌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EURO本身经济的问题 在技术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只要你在这些地方,你将EURO创造瑞士 我宁愿放入瑞士,大家是欧洲的 我宁愿存在瑞士,不存在EURO EURO的汇价对于美元来说 是比瑞士跌得更加多,就是这样 虽然说没有息 看看其他区人士,我们看看Dollar Can Dollar Can叫做昨天有人问 究竟是否做到一个叫做遇到阻力回头呢? 但它又不是回得很多 它暂时来说轻微叫偏淡 毕竟今个星期是由13067抽上来的 那你现在开始向下回调了 向下回调,究竟可以跌到很多呢? 又不行 你说下回调到10天线,去到13083 你说可以不可以? 有,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至少我觉得是一个短炒来的 纯粹是一个短炒 因为我们都要等31号FOMC意识 就是这样 那美股是怎样呢? 美股很厉害 厉害 未来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数据出现 对于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一件事 就是未来八月我们会炒什么呢? 虽然说市场锁住在这里 在美国来说,减息先来减息 减息是否会刺激经济 第二件事未来的就是那些上市公司的半年业绩了 2019年头半年的业绩就会公布 我们就要看下贸易战对于美国的经济会是怎样 贸易战对于企业来说 那个成绩表 就是半年成绩表 就会在八月六 就是现在开始推出来的 你看到Tesla 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国的大型企业都公布业绩了 你看到纳指冲了上去 爆了顶了,8051 但是现在站在8020 你说够不够力承接呢? 还可不可以进一步推上去呢? 形态上是好的 就是你没得挡它 它整个势都在上去 形态是好的 那就要等减息了 减息是否把它推多一下下去呢? 因为其实很茅 茅的是什么呢? 因为到时减息 如果白威尔有什么依族 去说一些说话 是关于美国后面 不是这一次 纵使它今次减息市场都会预计了 问题就是 在未来的日子 在2019年 包括2020年 它怎样去 息口去向 会是怎样呢? 如果它是随了 维持利率不变 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都是强劲 纯粹都是一个预防性去减息 只是减一次的话 那它对股市是不利的 对股市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它还说 不是 因为环绕着全球的经济层面 我们现在先预防 会有机会再减息的话 那对股市是有利好的 那就要等了 所以为什么看到市场 走又不是去又不是 去又不是 队又不是 你看到S&P 它是在3024 上个星期最高3023 它又做记录高 但是未破 上面的阻力位 大概在3030左右 三顶 还未到 只是它还差一点 如果你比较下去 你看到其实DOW 就不太够力的 是纳指 你看到DOW 其实昨天是下跌的 昨天去到27346 亚洲时段做的 其实它经常都上不了 在高台上面 那可不可以再冲上去 好像纳指 那就要看了 真的要看了 我会预计都是叫做横行的 可能就是资金开始走进去那边 那边的纳斯达克科技股 这里是传统的 就停了 就是这样 看看 和大家去看看DAS 我们看到 又回了一些 DAS下回125、27 在技术面上 今晚真的要看 看什么呢 今天下午 我记得忘了做明报 今天明报 我也这么说 那 DAS今晚是要看欧洲央行的 如果它是真的偏甲超宽松 一定会令到它有支持 但是 我们都要留意它 究竟它说些什么 现在预计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又在拖的话 如果它不是急切性 它是没有保针 不是打针 给它刺激它再上 你说现在暂时来说是偏远 但是它的确由上周五开始凸起 接着1、2、3、4 冲到上来 弹回上早前7月2日 这个月最高 做到12645 12650 在7月3日做的 就是这个顶 就是这个顶 除非它再破这个顶 它就有机会延续升势再继续 始终都是那一句 它由12月开始是一个升势 它跌下来 然后弹回上 跌下来 回吐再弹回上 如果它再破顶 基本上是不可以看淡它 它会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上 但是问题就是 在短线 过去那两个星期 跌下来 这个势 是不是代表着 不再跌呢 然后再继续上去 就要看它是否破到12650 这个在升这个势 是不是延续下去 那就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今晚ECB说些什么 8点半之后 很快反映的了 好了 关注一下 资商所微信公众号 接着我们回到亚洲市场 好了 回到亚洲市场之前 当然是第三季 密室战斗技 7月28日 湾仔 这个是星期日 记住 我们第一次做星期日 湾仔 牵尼斯 温晒工作 快点报名 就是这么多 还有两天 过了两天 回来看看A股 我们看到A股是怎样的 其实它有点滑上去 今天下午 其实它今天也叫帅仔 稳定 稳定向上 力度不够 但稳定向上 你看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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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 但是这些没用的 你要大棍出才行 甚至乎 除非你阴下阴下阴下 你除非出大棍 明天星期五 究竟可以收回到二十天 冲穿二九五零 或者回到二千九 说得更坏 你在七月八日跌完之后 基本上来来去去都是二九零至二九五零 下到二九零楼下 买回到二九五零楼上 下到二九五零楼上 在游泳前 金河洲是走得如何 是否托到上去 明天分解 我认为短线的势是很紧的 但是力度不够 就是这样 现在看到是这样的 至于港股 没什么好说 每天都是 昨天又这么说 前天又这么说 你准备我明天也是这么说 你看到了 锁住了 这个就是继续 被大户锁住了 尤其是很厉害的 厉害到是什么 你看看 未发生 川普打完电话 冲上去 拘捕不起 回回来 最低在六月二十六日 做到二七九八十五 接着开始做结算 上个月月尾开始做结算 因为市场都没什么炒 因为在等着G20高峰会 还有做结算 两天结算 炒了上来 接着最高去到二百六三十二 好了 过月尾了 过月尾了 七月一号回归 我们有假期 他们没有假期 过完个G20 7月一号 德国 日本 A股 美股 全部都抽 但是我们不抽 我们不抽 因为我们放假 7月二号 一回到来 做了个二八九零四 就是这个月的开市价 二八九零四 冲了一下上去 当日 二八九零五十九 就没有了 还行了四天 因为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然后出了个浪犯paywall 出了个比较好的浪犯paywall 锁到顶 他终于做了个顶 去回了 是不是走到五十天线呢 结果 他又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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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做不到的 一做上去被人打下来 一做上去被人打下来 一跌下去被人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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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是做跌的 只有个week end 你够胆你就星期五个week end 个个week end 这个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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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星期一 这个星期一 是星期一 一跌下去低开 这个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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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去 跌下去 今个星期一又是跌下去 跌下去 那现在的市场是怎样呢 落在那里 那你问我是怎样 他也是 那看看明天 都是那句 明天收市 如无以外 你都不会过好仓过夜 无论你27日是怎样 28日是怎样 无论 好像刚刚看了 什么不反对通知书 是不批准 无论你怎样 在个week end 都是高风险的 对于持货来说 都是 无论你怎样 在未解决的时候 是高风险 那变了去到现在 这些这样的水平 他又爆不了上去 又跌不下去 那就要等 这个trigger point 是什么呢 就要7月31日 究竟他减息之后 的言论会是怎样 暂时没有的 明天都会是这样的 明天都会是这样 看到走势会是这样 那至于国子是怎样 因为他开始去做 下个星期就是期指结算 下个星期期指结算 我相信我都想他动 包上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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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因为越收越窄 至于国子 国子也有点减 但是呢 又是这样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无力呢 如果你要上去 上面109.42 昨天做的 上个星期最高109.47 又是上星期五做的 这些这样的势 你上去 不要跌下来 看看A股 可不可以带他上去 这个月他开11009 其实他这个月还未升 说到今天 说到今天25号 还未升 还未转上去 还未有承接6月的升势 你想想6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国子是在做103 抽了七八点上来 在这个月根本上是混吉的 是打滑下 做了高低位 没有破不了 就是这样的 看看后面那几天 会不会有任何动静出来 给我们看 或者今晚会不会是 ECB有个check up point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走势上 就不一样了 最多都是上落市 你看到 就是还未起动上去 因为未来八月 就是业绩了 我们就要等业绩了 好了 接着 看看股票 我们今天 不是说成交做了六百多亿 但是市场动都不动 问题就是他 因为他是在做372元 你看到他有成交做上来 做得漂亮的 最高373 收到什么 这边就是372 但是你问 那个势是如何 当然强劲的 其实他有少少破了位 他有少少破了位 是否他带动而继续上去 有机会再继续上去 那我先看看 他遇到阻力了 先看看 如果用周线去看 这个700遇到阻力了 没有呢 如果你这样滑的话 你上面的阻力 如果再继续下去 应该可以去到 380元 就是margino 不行的 这个位置是379个多 是在这些位置 看看是否冲上去 但是你今天看到 700遇到 但是其他东西 就不跟 否则的话 这个市场就不会是这样走的 因为其实市场 指数上面没有 第一 你看到之前强的那只 到他不漂亮了 跌回来 1299 拿回20天线 接着我们去看看 HKB 这些大东西 HKB是怎样的 昨天 冲到上去 65.4 又是没力 跌回来 虽然收回是64.6.5 但是说不错 根本上他抽不起 好了 到 弱的那只 弱是怎样的呢 弱的那只 三八八 三八八 你看到 之前弱过来 你看到八位上不了市 你看到那么多事件 再加上整个月 你想想这个月 只有一天是过千亿 只有一天 就是七月 回来第一天 七月二日 接着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是很低成交 最低好像五百八十几亿 来来去五百几亿 六百几亿 说八百亿都叫多了 来来去都是这些价格的 低成交 大哥 那些价位不是属于一个 一个叫做便宜价位 700都三百七十几元 三八八都在做二百六十几元 他不是在做二百二十几元 是二百六十几元 一二九九接近一百元 二三一八接近一百元 那些大型股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交 没有什么大动力 那你会发现 那些小价股动得多 但是小价股在成交上面 就帮不了它 所以为什么那时 你三八八 弱者愈弱跌軟下去 最多就是弹 再看之前那只 比较大成交那些 二三一百 到它 都可以 还顶着 幅图都还可以 还是顶 那就还行 但是力度就不够了 还是顶 我们再看一只 再看一只 再看一只 939 再看一些大东西 939 上不了 939 这只 好了 回答一下你们股票 黄金不可不可以 一百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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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跟 我觉得 招金继续保持住 它似过金的 可以坐下 可以坐下 一只金会有机会再上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都不错 走势上面 一九二九 好了 周大福 你看看 你在香港零售业 不用看的了 这些最应棍的了 即是发生香港的事件 这些沙沙 零售 这些全部都塌下去 大哥 你出了旅游警示 那你怎么炒 这些怎会好 立刻在价位上反映给你听 现在七个五毛二 这一世不要买 都是弱的 一九二九 一零九三 今天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些 充到上去14元 那上面还有没有什么位置 技术面上 我们就会看 有没有能力 充到上去 如果它再上 这幅图不要数 在这里 我大概数到14.5至14.6之间 充到上去 那你在周线上面 你会看到 其实还有一条五十周 五十周 就是大概250天线 现在五十周 大概是14.54 而你跟着再推上去 这里 是这个 是14 不是 应该是这个 总之 在这里五十周 是要来到这里 要再进一步 冲过去 是好的 找一条250天线 给你 那条250天线 就是你如果再上去 14.54 然后最尽 你现在在这里看 它要碰250天线 就是在15元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价了 现在都叫英俊 今天看到它隔起 今天看到它隔起 隔起了 隔起了上来 就要再继续去 就是继续去 破完位 当然要继续破位 8号 4.56 没有心跳 继续没有心跳 没有心跳 买入价 不要买了 你喜欢什么时候买 就什么时候买 永远都是 完全没有心跳 今天又跌了下来 当然 如果你希望买的 当然要接近4元更好 防守力高 4.38 看看可不可以 多久没移动 没有移动 白银前景如何 是否要等到月尾 FOMC之后再决定 不是的 白银 你看都看它 有机会在低位 给你买到 看都看 其实很久之前 金一抽了上去的时候 叫大家去留意 不如追落后 看看白银 但是最初 没有想到它抽那么快 我看到白银没想到 但我没有想到 它短时间内 抽得那么快 追落后 我相信有些盘 是沽黄金买白银 因为白银是太落后 起步是在哪里 短短 是这个月抽 其实如果现在 来到这些水位 你去追白银 不如买黄金 因为它都追完落后 他追完落后 不如看黄金 如果你买得起 我就建议买黄金 就不要买白银 因为去到最终 说真的 有些人说 白银可以上到很高 上到很高 你上到这些 2016年那些 很夸张的 21元 你现在的经济问题 不能够令到它再上 它当回到一个中间位 或者平均一些 大概17元18元 它会停下 但反而这些金 是完全破了位 它是由2014年的位 破上来的 已经2014年 你去看看 这些黄金 由2014年 如果你真的去 take position 去坐黄金 我为什么不坐黄金 黄金输不多 我当你豪七十元出来 买一些实货 没那么杠杆 但是豪七十元 我当你豪那些一百元 上面不止 我不知道看到多少 所以我一向都没有 切黄金目标价 没有的 没有切到黄金目标价 因为直至它回头为止 它一直都不回头 真的破了2014年 你想想 2014年当时 破极都破不了 一破了 它都回不了下去 回不了下去 你不知道它去到哪 可能15元 16元 甚至乎1700元 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 黄金是很明显上去的 那个问题就是 在今年 你可不可以捕捉到 5月份这一阵 破位你再追 都没问题的 擺明破位 在今年全年 都跟大家说 你看着这些位 不能破 一破就飞天了 那些人在那里挡 挡了几年 挡了几年 都挡不了 现在就飞天了 不能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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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回头 技术面 不会回头 而且是一个比较长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宁愿看它跌下去 跌下去 你现在捉进去 你不够胆 因为你防守力不够 你不够胆带着 跌下去你不够胆带着 因为我是不是 都是那条线输 越近那条线 我就越大 越远那条线 我就越细 就只有上车盘 你明白 那些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看止蚀 高途市 不能回头 就是你的基本 看看763 763 中兴 很厉害 炒5G 他当然很厉害 抽了上去 抽了上去 没有了 没有委党 现在问题 会不会回来 这些裂口 回来25个多 就是回来 现在暂时整个小细 都是好的 继续上去 继续上去 1137是怎样呢 香港电视 没有了 跌了下来 除了炒一下 这些就是受惠于政治事件 而上去 接着都没有了 他本身不行 本身不行 2342是怎样 昨天看到你 这幅 他这样就不漂亮 那明天看看 那我觉得如果你手持货 在昨天收市价1.99 其实理论上 不要回来 因为今天做得不漂亮 但是明天有权 缩一点点 明天也有权跌的 但是回头就不会的 你如果想有 你可以继续 看看可不可以再持续 升穿所有平均 是否能上年头高位2.44 我觉得明天不会的 但是你说 未来的月份 或是未来的月份 但给他时间 我就不敢排除 除非明天缩很多 除非明天缩很多 缩回去一个过9 这样的位置 即缩很多 今个星期 触心都1.77至1 现在这一刻 都走了三毫多指 三毫指 你没理由 走了三毫指之后 缩回一毫半指 或者缩回两毫指 即是过9 理论上是不应该下去的 那坐下 看看可不可以上去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那细就可以 现在那细就漂亮的 1268 美东汽车5 很少人问这个 很少人问这个 你看到咬着10天线 昨天做得不好 今天要开低 其实过去1 2 3 4 5 6 六日都横行 保存在高位上 你说差不是的 OK不错 不穿10天线 你就拿住它 8 2 3 95.3毫半 正如我这样说 45 30 20 0 打横的了 准备打横 那细是一样的 有点压下去 要买低买 等它跌下去才买 不要追高追 看看可不可以再下深一点 看看周线 10个月落下了 看看明天 除非明天会有空气 其实你说便宜是便宜 是便宜的 但是我想下低一点 如果你让我做 Fiona 如果你让我做的话 我宁愿93 就是再下低一点 你说现在是否贵 你要防守 要大防守力 就好像资金 低一点 我就输少一点 如果它是看错的话 是不是 看看有没有平均线 它都未逆转 那细子下来 1755 又是新城至头 你看到 冲了上去 冲不起 昨天最高6.99 今天最高6.99 都还冲不起 这些东西 一冲不起 会没有的 会没有的 但完就死了 但完就没有了 2008.99 今天又是有人问我 我又觉得 它不是不行 是的而且确有少少 隔起来 但是你看看周线 你看到 它上面有很多阻力位 这里不好看 因为刹拆 它拆了条线 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拼 你要拼 为什麽呢 其实日线上去 我们看周线 其实 先开出来 未完全企实 回到十周 即未完全成形 在周线上 那你现在去拼 继续上去 当然了 你慢了一步 但是不是吃虧很多的 你要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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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之前那些要冲爆它 但是它的确是拼起的 有少少拼起的 要拼 但不是输很多 808买了 可不可以继续 你继续多一会 你808 那你都进去都预了 即是你预了在7.9 我来做stop的 你预了的 你现在都要看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走上去 那772 为什么你们今天再问 这么多人问 月曼 我觉得今天不漂亮 今天的图图说完全不漂亮 完全没有升势 甚至乎 今天有利用的 有人减持 你看到它中了下去 这些小不好 别帮忙接货 别人减持 你走去接货 小不漂亮 这种又是差 16 继续坠下去 地产股全部都坠下去 这种当然应棍 你看到12也是的 都是跌下去 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看到走势上 都是继续向下走 那凶毛 怎样 昨天做得不好 没有 没有再进一步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么坏的了 但是它一直都咬着10天线 等到它断楼为止 它不断楼 就由它继续上 我怎么知道它到哪里 700 700 也算帥 看看维他奶 维他奶 维他奶 是很少 它要爆上去 四十元 应该是要站上 四十元零两毫子 是的 四十元零两毫子 上回十个月才安全 不上回十个月才安全 不上回十个月才安全 不太安全 接着 这种是什么 600519 这里有没有 这里 没有就用那边 有 贵州茅台 今天都叫做 站住了 但是你过去一段日子 你回回很多 一千元回回回来 不要紧要在天堂 下回九百三十八元 但是你说很差 不是的 这些 当停了就还行 停了还行 那你说声势是不是 叫做完 你又不可以这样说 它正在做调整 调整之后 它要等一段时间 才会有机会再上去 你说买下去 其实这些股票 你赚个波幅 会不会赚上一千元 真的有点难说 有点难说 但是那个势都可以 尤其是今天的势 尤其是今天的势 看看可不可以承接今天的升势 再继续上去 好了 回答完这种 2186 忘了我说时间了 绿叶制约 绿叶制约 都冲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承接再上去 好了 先看看 头肩顶盈帝是否确认被破坏 做了两个邮件 一早就已经破坏了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了 以上股票我没有持有的 多谢大家 拜拜